锦衣治下番外五少二 路易 今夏等人误入柳树林 赌气的圆圆右左腰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大人和圆圆你喜欢谁 天上未亮 山间寒气颇重 虽说南部天气炎热 但夜间山风依旧很凉 突然 只听扑通一声 满脸冰容的今夏 昏倒在山间小路旁 失去意识前 他依旧喊了三个字 别打了 今夏 路易和谢霄一口同声大喊 随后二人急步跑过来 路易弯腰抱起今夏 轻声呼唤道 今夏 今夏 你醒醒 快醒醒 哎呀 姓路的 你叫魂呢 快瞎他人中学啊 谢霄用宛若看傻瓜的眼神 瞪了一眼路易 要不我来 说着他往今夏脸上伸手 路易抢先一步 左手掐住今夏人中学 一眨眼的功夫 今夏慢慢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路易和谢霄 两张不满担忧的脸 太好了 原今夏 你没事了吧 谢霄咧嘴一笑 看起来宛若孩子 今夏微微摇头 目光看向路易 他清晰地察觉到 路易的眼眸中全是不安和关怀 是因为什么呢 一瞬间 今夏觉得有好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从他眼前闪过 他努力想要抓住 想要看清楚一些事物 可最终也是徒劳 脑海中 心里依旧存在着莫名其妙的空白之地 大人这眼神 我来背你 路易打算轻轻扶今夏站起来 今夏这才发现自己竟然靠在路易怀中 这也太不成体统了 于是他趁机站起来 活动着驳梗 笑道 路大人 卑职自己可以走 不用您背 不用 好吧 路易与其失落 只因他清晰地看到今夏眉眼中的疏离和陌生 路易和谢霄都因顾虑今夏身体 各自心照不宣地不提刚才动武之事 宛若刚刚的一切未发生过一般 但二人之间的火药而尚未散去 三人沿着山间小路继续往前走 谢霄已然摇头晃脑地走在最前面 路易刻意放慢脚步 陪着今夏跟在后面 天 终于亮了 三人经过一片局员 谢霄去摘了几枚橘子 回来给今夏冲击 天天不给路易 大人一颗心拳在今夏身上 也懒得跟谢霄计较 无论为公事还是私事 他都想寻个由头把这尊大佛赶回老家去 今夏男装很帅气 日上三干 路易等三人来到一片柳树林中 放眼望去清一色的全是柳树 而且看上去有些年岁了 有的柳树斜着身子 宛若美人跳舞 有的柳树生的笔直 宛若站岗的侍卫 各种姿态的柳树应有尽有 柳枝全都垂落在地 远远望去 根本就是一片翠绿色的珠帘 甚是美丽 哪儿来这么多柳树 今夏进入林中 微皱了皱眉 心里甚是疑惑 是啊 这柳树看上去甚是古怪 路易一脸凝重 连步伐都变得格外谨慎 今夏 谢霄 你二人切莫乱闯 这柳树应该是按照五行八卦所种 姓路的 你别整日一身一鬼的 少吓唬老子 谢霄宛弱斗鸡一般 哽着脖子跟路易唱反调 几棵柳树 把你吓成这样 说完谢霄大不留心般往前走去 唉 谢远远 今夏喊了一声 但谢霄依旧头也不回地往前冲去 这时候 路易冷笑一声 说道 今夏 不用管他 孤默死不了 又过了约欲斩茶的功夫 只听柳树临身处传来一道呼救声 今夏 姓路的 救命啊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